第十九章 弃弄耶稣 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兵丁用荆棘偏作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纸袍, 又挨近他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掌打他,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出来, 带着荆棘官面, 穿着纸袍,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 就哭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 按那律法,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 比拉多听见者说, 我不是从上头刺给你的你的, 你就毫无权并扮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罪更重了, 从此, 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 无奈犹太人哭着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该杀的终神, 凡以自己为皇的, 就是背叛该杀了, 比拉多听见者说, 就带耶稣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铺华石处, 希伯来华叫厄巴大, 就在那里座堂, 那日是预备如雨节的日子, 若有五证, 比拉多对犹太人说, 汉啊,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哭着说, 除掉他, 除掉他, 钉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 祭司长回答说, 除了该杀, 我们没有王, 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竹楼地, 希伯来华叫角角他,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 患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 一边一个, 耶稣在中间, 比拉多又用牌子, 写了一个名号, 安在十字架上, 写的是, 犹太人的王, 拿撒勒人耶稣, 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 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与城相近, 并且使用希伯来, 罗马, 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 就对比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王, 要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王, 比拉多说, 我所写的, 我已经写上了, 冰冰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 每冰一份, 又拿他的女衣, 这件女衣, 原来没有逢宜, 是上下一片即成的, 他们就彼此说, 我们不要撕开, 只要黏沟, 看谁得着, 这要仍然经上的话说, 他们分了我的外衣, 为我的女衣黏沟, 冰冰果然作了这事, 将母亲托父若寒,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你的母亲, 从此, 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事以后, 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 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 我喝了, 有一个汽名, 盛满了草, 放在那里, 他们就拿海蛹, 砸满了草, 绑在牛室草上, 送到他口, 耶稣尝了那草, 就说, 成了, 便低下头, 将灵魂交付上帝了, 主的骨头, 一根也不截断, 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 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 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免得施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冰丁来, 把头一个人的腿, 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 都打断了, 只是来到耶稣那里, 见他已经死了, 就不打断他的腿, 唯有一个兵, 拿枪扎他的勒旁, 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 就作见证, 他的见证也是真的, 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 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 他的骨头, 一根也不可截断, 经上又有一句说, 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安放在身坟墓里, 这些事以后, 有阿里马太人约失, 是耶稣的门徒, 只因怕犹太人, 就暗暗的作门徒, 他来求比拉多, 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 比拉多运准, 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 又有尼哥底墓, 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 带着抹药, 和沉香, 若有一百斤前来, 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 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料,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原子, 原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撞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有因那坟墓近,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感谢观看,